还被扔进了尼尔布拉市的山沟沟里 吊车心满意足收起吊臂 黄山野岭没有监控 白色奔驰是现场的唯一目击证人 他会为蓝色私家车发声嘛 白色奔驰看到吊车收好吊臂后 立刻驱车离开现场 经过吊车身旁时 白色奔驰忐忑不安 老司机惹不起 台山公路六一侧 大湖走上了最危险的一段道路 这里落实密集 大湖心里七上八下 突然一块巨石从天而降 越野车瞬间被打扁 是福不是货 是货躲不够啊 越野车堵住了大半个公路 距离悬崖边仅剩下一米宽的道路 一辆皮卡车看到前面路况后 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涉险前进 好险 得亏司机车技了得 皮卡车成功通过 这辆小迷你倒是十分自信 高速冲了过去 面包车目测了下距离 虽然有些弹多 但是这里倒车也是没有可能的 只能用着头皮上了 结果成为了第一个坠崖的倒霉蛋 这辆蓝布基尼 怕不是嫌自己命太长了 这么低的底盘跑山上来玩 司机看到事故现场后 立刻掏出自己的大哥大报警